加到这个单元我们已经教你热胀冷缩的其中一种影响的效益 就是假如你的计时工具是用单摆的话 会受到本身的单摆材质受到热胀冷缩长度有改变 而它的计时的准确度就会影响 那么之前 参考你要参考前面我们推导给你的观念 当你的单摆因为温度效益产生了你的计时秒差的时候 就有误差的时候 你这个误差的值会等于什么呢 会等于负的二分之一的α α是这个单摆材质的膨胀系数 δt这个δt指的就是你到底准确的时候 跟非准确的温度的相差 然后再乘以看看你所计量的时间的时段到底有多差 就乘以一个δt OK 好 所以依照这样把它带进来 你这里的刚刚有讲 这个δt指的是温度差 这个δt就是看你要计时的时间有多差 那你计时的时间以后相差会快的几秒或慢的几秒 这个等于负的二分之一的α 依照他给你的109乘以10的负带进来 δt注意下这里δt务必要用墨温减粗温 所以他是讲20度C的时候是准的 然后问你在0度C的时候操作 所以要哪一个减哪一个呢 你才不会弄错的 到时候正负弄错 最后的答案你就快或慢就会有问题 你这应该什么哪一个减哪一个 20度C的时候准的 问你在0度C的时候 问你的后来的是是不是0度C的时候 所以这要是后来的0减准的时候 然后再乘理你的计时的时段有多差 他讲的是多差 是不是1小时 那1小时假如要问秒的话 我们就问60分60秒 所以尤其中间这个温差的带的方式 是哪一个是标准的 哪一个是你要问的度量的相差的 是后来度量的去原本准的 减去原本准的 所以整理的结果 这里负这里有负变正的 所以你就变成这里正的 0点这里的把那个小分数计算以后 这会等于0.68秒 好 得到这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你得到是正的 表示你的读数来的 单白读数来秒数是会怎么样 快的 OK 因为其实20度C准 0度C的时候就会怎么样 因为它会缩短变等 那缩短以后是不是就 单白的计次就会快了一点 对不对 周期会小 周期会小 你打的次数就会多了 就会快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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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